如果有一天突然穿越时空 你最想做什么 买彩票 买房子 还是找回那段已经失去的初恋 今天填城就给大家带来一部 关于时空穿越的悬疑片 《雾气萌萌》 这是一部氛围诡异 结局让人无眼的电影 2002年7月19日 男主西蒙突然从病床上惊醒 却发现自己对过去两年里 发生的事情全无影响 他所有记忆只停留在2000年 直到主治医生纽曼相告 他才得知 昨晚因胃经暖被送入医院 在心脏停止跳动 长达两分钟之后又奇迹生还 不仅如此 西蒙还惊讶地获知 自己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妻子 这一切都让西蒙措手不及 怎么短短一个晚上 就发生这么诡异的事 虽然纽曼医生安慰他 可能只是短期失忆 不久就会恢复 但西蒙却并不怎么认为 不久 西蒙见到了前来探望的妻子安娜 看到这个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对自己关心有加 西蒙只得暂时安娜心中的陌生感 接纳了她 扭曼医生趁安娜在场 寻寻善诱地帮着西蒙恢复记忆 西蒙果然想起了一些事 她记得在初始之前 曾和哥哥彼得在一起 当时天正下着雨 两人开着车 突然对面一辆车的灯光射过来 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过安娜认为 这只是西蒙两年前出车换那碗的记忆 当时西蒙确实和彼得在一起 彼得由于受伤太重 被送到医院不久就去世了 西蒙正是在这家医院 接受抢救和治疗时 才认识了安娜 听了安娜的话 西蒙突然意识到 自己曾来过这家医院 这和现在的失忆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一会儿 医生扭麦离开房间 眼见没有外人 安娜一改刚才的关心模样 突然变得十分冷漠 她恶狠狠地指责西蒙 不仅亲手杀死了彼得 还为了一个女人 跟她玩这种失忆的鬼把戏 西蒙一脸懵懂 自己杀了哥哥 还有一个女人 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安娜走后 一个叫特拉的男护士进来 将西蒙带去做和辞共振 可特拉将西蒙手脚 束缚在机器上后 便离开了操作室 独自一人身处陌生环境 加上手脚又不能自由活动 西蒙生起一股焦虑和恐惧感 很快 果然又发生了意外 一名身穿防护服的男护士 不顾西蒙的反对 上前强行给她注释了药物 西蒙拼命挣扎反抗 一个机灵 竟从病床上醒来 不仅如此 身边还有一个名叫特拉的室友 而她的主治医生 也成了老布 这是怎么回事 西蒙从老布口中得知 现在是2000年7月19日 这里确实还是她入住的那家医院 但是并没有扭骂医生 她也没有妻子 因为她入院的信息单上 填写的是单身 她因为昨晚一场车祸 一直昏迷 这可能影响了她的记忆 起初 西蒙对此还有些不幸 但在医院熟悉的地方 又转了一圈后 发现真的和刚才所见 大不相同 她显然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住进了同一家医院 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老布向西蒙进一步解释 可能是她潜意识中 将昏迷时接触到的信息 加以改造产生的幻觉 就像做梦一样 因为室友叫特拉 所以她幻觉中 男护士也叫特拉 主治医生扭曼 跟老布的姓氏读音也差不多 就在西蒙快被说服之际 一个小护士进入病房查看 西蒙震惊地发现 小护士正是妻子安娜 她急切求证安娜刚才发生的事 却发现安娜压根不认识她 西蒙又急又气 发疯似地咆哮 指责这伙人是合起来玩自己 为了安抚西蒙 老布只好又强行给她打了镇静剂 转眼间 西蒙又在操作台上醒来 看到自己又穿越回来2002年 眼看那个穿防护服的男护士 又要给她强行注射药物 西蒙疯狂大将 成功引来一名老护士 给她松了榜 她自下寻找那名捆绑住自己的男护士 认为对方肯定是因为什么理由 想杀死自己 为了让西蒙彻底认清现实 纽曼医生带她查看了操作室的监控录像 证实操作室确实没人闯入 很明显 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西蒙变得更加迷惑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己到底怎么了 她将见到老布特拉的事告诉纽曼 纽曼告诉西蒙 五楼确实有一个叫特拉的病人 因为心脏手术 在医院已经做了两年 西蒙赶忙来到五楼 找到了气息虚弱的特拉 当着纽曼的面 特拉承认确实认识西蒙 并证实西蒙两年前的确来过这家医院 这下 纽曼也有些相信西蒙所说的话 不过因为医院事多 纽曼可没时间陪西蒙玩游戏 西蒙只好一个人坐电梯回病房 在电梯里 她遇到了一名金发女子 西蒙此前曾见过这名女子 女子对她又搂又抱 相当亲尼 这让西蒙十分排斥 还错把这名女子当成安娜 这回又见到这名女子 西蒙终于想起来了 女子名叫克莱尔 是西蒙的情人 两人原本十分相爱 明知西蒙已经结婚 却飞蛾扑火 与她做了一对野鸳鸯 安娜之前指责西蒙为一个女人演戏 指的就是克莱尔 西蒙还记得 两人之前在克莱尔家里约会时 还被一名男子偷偷看到 难道她和克莱尔都是婚内出轨 无数的问题困扰着西蒙 也困扰着观众 克莱尔走后 西蒙又穿越回了2000年 她从老布口中了解到 昨晚彼得和她一起被送进医院 但彼得因为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后死了 老布还带着她见了彼得的未婚妻 西蒙这才发现 彼得的未婚妻竟然就是克莱尔 她觉得很自责 自己竟然和哥哥的未婚妻搞在一起 但更令西蒙震惊的是 此时还在当护士的安娜告诉她 在彼得临死前曾留下遗言 说是西蒙杀的她 安娜还意外将遗言露了下来 并威胁西蒙必须娶她为妻 否则就去告发西蒙 因为西蒙是个富二代 安娜嫁给她就可以步入商流社会 想必 这就是为什么在2002年 西蒙和安娜关系很差的原因吧 虽然听到彼得亲口录音 但西蒙仍然不相信自己会亲手杀死哥哥 她承认两人关系确实不太好 但她还没有坏到要杀死对方的地步 心里想着这些 西蒙突然回到了哥哥的房子里 往日情景在线 原来当时 她与哥哥在阁楼上不知为什么原因争吵起来 自己一不小心将哥哥推下了楼梯 哥哥竟不幸身亡 随后她将哥哥的尸体拖进车里 驱车离开 正当西蒙好奇 自己将带着哥哥去哪里时 那个男护士又突然出现 要强行给她注射药物 西蒙奋力挣扎 并捅伤了男护士 等她清醒时 却发现自己捅伤的竟是室友特拉 她又回到了2002年 看着特拉浑身是血 西蒙吓得四处躲藏 眼看医院保安要追上她 她又突然穿越回了2002年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杀特拉 她赶忙来到五楼的特拉病房 发现原本好端端的特拉 突然胸口有大量血子 西蒙终于崩溃了 原来她真的杀了特拉 紧接着 西蒙终于想起 当时她将哥哥的尸体拖上车后 本想连人带车将哥哥抛尸大海 但因为海边有人 她被迫放弃计划 驱车离开了海边 但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于是 西蒙找到了在2000年和2002年 都出现的老护士询问 老护士告诉她 2000年的时候 西蒙和彼得都出了车祸 彼得受伤很重 抢救无效后死亡 看来 医院一直都以为 哥哥是车祸受伤死的 并不知道 她之前将哥哥推下了楼梯 这时 安娜又来探望西蒙 她发现 安娜额头上莫名流着血 西蒙这时突然想起 在2000年时 她杀特拉被保安追赶 曾在走廊里 撞破了安娜的额头 难道两个时空是同时进行的 如果能同时进行 那么她岂不是就有机会挽回过错和失误 想到一切罪恶都始于自己和克莱尔偷情 西蒙便穿越回200年7月18日当晚 她当面拒绝了克莱尔的爱情告白 但两人的谈话还是被哥哥彼得听到 克莱尔因此被彼得当场轰出家门 西蒙追得哥哥来到阁楼 试图向她解释 不想哥哥情绪失控 并在争执中不小心跌下阁楼 晕死过去 这一切都与西蒙之前的记忆吻合 西蒙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快拯救哥哥 她赶忙将哥哥拖进汽车 一路开往医院 没想到在路上 却与迎面而来的一辆车相撞 好在这次救援急时 哥哥终于没有死 出院后 西蒙来到哥哥家探望 看着哥哥生龙活虎的样子 西蒙终于放了心 但下一秒 她却得知 与他们撞车的 竟是去而复返的克莱尔 车祸不仅夺走了 彼得和克莱尔的生命 也夺走了西蒙的性命 西蒙因为没有勇气 面对这一悲剧 便在长达两分钟的弥留之际 生出了这么多的幻觉 所谓的纽曼医生 也只不过是西蒙去世多年的爸爸的影像 但西蒙似乎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影片最后 她又如电影一开始那般 再一次从病床上醒来 再一次面对纽曼医生 重复着相同的话 直到死亡的前一刻 她都在试图挽回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但一切为时已晚 和生死停留 死亡幻觉 以及我们之前解说过的电影 亦是扶生一样 雾气蒙蒙也是一部 冰死题材电影 所谓的穿越时空 所谓的修正人生 所谓的弥补过错 都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 在告别人世之前 因为心结和遗憾而生出的幻觉 这类影片剧情迷雾重重 等到真相揭晓时 总给人一种巨大的悲伤感 谁没有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呢 但愿这样的遗憾能少一点 你们说呢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觉得精彩 一定要点赞哦 也欢迎大家订阅悬疑Movie 每天带给你一部 情节精彩的悬疑电影 明天见 聊天 there's something wrong